看我这眼现在好多了吧 但是下面这个这里还是有点肿了 估计今天这一天就差不多 好了 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哎呦我的妈呀 整个眼睛都肿得真不开了 老痛苦 昨天的时候呢 你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嗯 吐了一天 然后昨天我在她那待了很长时间 然后 一会儿大家过去看一下啊 今天有没有好一些 人呢有啥被有病 没啥便没钱 有病是真难受 好了 我呢先去洗漱一下 收拾完了 美美的 我还穿了个大睡衣 然后这边呢是地暖 从卧室然后到走廊全都是地暖 所以说很暖和不需要穿外套了 然后我就这样的事吧 然后咱们去看看你姐今天好点没有 走 在众多做自媒体博数当中 能穿那个大睡衣倒着去串门的 估计也就你们家撒妞我了 这是冬至的时候我姐给我包奖子 我用这个盘子端过来的 今天再顺手给它烧过去 说话我们不是到门口了 哎 门咋没管呢 进屋撒忙了一圈发现我姐妹在家 我大姨正一个人在屋手势呢 问我大姨我姐干啥去了 她说出去买菜去了 我闲事能这个出去买菜 这是问题应该不大了 你等啥呀我给你弄啊 大姨说底下这个床垫子跑偏了 小老太给震过来 由此看来大姨年轻前 也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特敞亮的人 于是乎我决定帮大姨收拾收拾 这波就在大姨的带领下 我们娘俩就开始了 七六骷髅的一顿神操作 把这个家里边呢是一顿折腾 哎呀妈呀总算收拾完了 这波刚收拾好 大姨又拿下她的针线活 把她的船家宝贝一顿抖头 说啥这个床单子老跑 要把她给绑在这个床垫子上 看我大姨八十多岁了 眼睛一点都不滑 看不着 看不着啊 哎被扎手 把针弄出来呀 我的脖子 我摸上 我摸上 摸上啊 我最小的土地小五 那是受我的眼泪 草草的酒 哎没错 这床头都掉了 嗯 我这么做 就是我摸 我摸 我摸 我摸这头摸啊 原本我以为大姨是眼波方而不容 要不及独立完成这套工序 谁从想她只是一个开头 剩下的由我来完成 我也就只能是按她说的来了 七里糊隆的 开始了我的作案现场 整完了又怕我姐打我 所以拿着手去录了个视频 向我姐汇报一下 这是我跟大姨的作案现场 经过刚才的这一顿折腾 大姨对我的这一波神操作 还算是比较满意 把那针再搁起来吧 我搁 放起来吧 看这样子应该是没什么事了 我准备拿着手机撤离作案现场 爷 那我回我那屋了啊 我一会再来 再来啊 你姐妹的家看上今天就好了 没啥事了出去买菜去了 你看就大家这老佛爷啊 八十多岁了 人一点都不糊涂 记性老好了 什么事他都知道 然后昨天晚上还说 嗯 这孩子好 有福气 然后说我跟五块钱 这俩人般配 一天老有乐了啊 人说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这话一点都没错 我突然不想努力了 我去买个狗 然后我再买只鸡 我拉的给狗吃 狗拉的给鸡吃 鸡下的蛋我吃 这样的话我就不会饿死了